1.100新聞大白話 從上禮拜到現在 一直有個話題在圍繞著 就是高雄市長韓國瑜 究竟哪一天開始 他要請假專心的跑選舉 原本外傳是在這個月 14號跟15號 這是民進黨的議員 陳志中的爆料 聽說他的消息 跟市府在規劃的方向 還滿像的 後來因為這樣的爆料 所以現在傳出來 不會在14跟15請假 在哪一天 現在傳出來很可能在16號 經過我們跟知情人士來查證 16號是一個比較合理 請假的規定 不過我覺得這樣的犯話 爆料好像也沒有不好 因為一開始大家反應有點激烈 後來多講幾次 就覺得好像請不請假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接下來的 這三個月裡面 到底要告訴選民 你要把大家帶去哪裡 你的政策跟政見 還有國家的大政 這個講清楚 可能是大家更多人 更關心的一個話題 所以10月16號 如果真的請假的時候 這個議題是大家更關心 韓國瑜接下來 他到底要怎麼準備 要怎麼打2020的部分 來看一下上官媒體的報導 聯合報說他預定在10月15號 高雄市政之後 當天市政會議 他就會宣布 從10月16號開始 他只要請假投入的總統大選 特別強調一下 高雄市政府到現在 都還沒有正式的宣布 但是按照我們掌握的訊息 應該就是16號了 陳志忠說 一旦請假的話 就是韓國瑜對高雄市 使亂中氣 倒數計時 建議16號乾脆正式請辭 說不定也可以挽救民調 資深的媒體人黃偉翰 他就有分析 他說因為含請假 就批評他拋棄高雄的人 這種說法不公平 其實很多人也覺得 請假不代表不關心高雄 昨天其實我們跟很多人討論 為什麼大家會把請假 等於背棄高雄畫上等號 這是完全錯誤的認知 他覺得請就對了 做就對了 儘管請假對高雄人來講 當地的高雄人 可能有些人覺得不公平 但相對的請假這件事 對其他21縣市來講 才是公平的 他們才知道接下來2020選舉 到底要選什麼 所以這個相關的規定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有規範 公務人員登記為公職候選人的時候 從他這個名單公佈之日開始 到投票日應該按照規定 請試駕或者休假 台北市長柯文哲 還有包括桃園市長周永燦 他們之前怎麼請假 他們的狀況跟韓國瑜的狀況不一樣 韓國瑜是現任的市長 要請假去選總統 但是他們兩個是現任的市長 要請假去選市長 其實他們不用請假 他們乖乖的待在原本的位置 用市政來跑選舉還比較有利 所以他們都乖乖的按照法定 逼到最後一刻的時候 他才請假 另外一個跟韓國瑜 例子比較相近的 倒是當時的新北市長朱立倫 他請假要投入2016年的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也是請假三個月 跟韓國瑜現在一樣規劃的是一樣 請大選前投票前三個月來請假 但有一點不一樣的是 朱立倫因為他在市長的任內 累積了很多年假 所以有62天 其中的62天他都是用年假 那2010年另外一個話題了 前面講的都是請假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講代職參選的部分 包括賴清德 當時他立委要選台南市長 還有包括呂秀蓮 他當時是桃園縣長要選副總統 還有包括蘇貞昌 蘇嘉全他們都曾經代職參選過 人事行政總處說 韓國瑜如果請假的話 只有21天假 是可以有薪假 其他的話可能就要扣薪了 請假是一回事 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看到說 接下來很可能就會有 完全不同的打法 因為他就可以全心全意的 來評2020的選舉 那針對這個話題 我們現在邀請到 韓國瑜軍選總部發言人 同時是新北市議員葉元之 元之你好 這要落號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元之 我想請教一下 這16號的請假 現在高雄市政府 他還沒有正式的對外公佈 但是這個規劃 現在大家就開始討論 好像也滿合理的 因為以前朱立倫 在選總統的時候 也是提前三個月請假 那你怎麼看 我當然這個 因為外界都非常關心這一點 所以當然 應該請就請 因為你知道 韓國瑜現在就是很多種身份 當然他是高雄市長 同時他也是國民黨的總統的候選人 那這兩個身份 現在就是感覺上時間就不夠用了 那作為國民黨的候選人 當然也有義務 去把他的政見跟理念 傳述給選民知道 那另外現在各地的立委候選人 也都很希望韓國瑜去輔選 母雞蛋小雞 但是時間就真的不夠 所以我認為一個 你現在就要做一個選擇了 那我很早就很支持說 趕快請假去全職的去選總統 那很多人會講說 實際上現在整個高雄市政府 還是運作得很好 像三個副市經驗 李四川他的經驗不用講 他做過行政院秘書長 葉匡時是交通部的政務次長 陳雄文做過勞動部長 這個都非常的有能力的 我覺得大家不用擔心 而且韓國瑜他請假 但是他還是會繼續的關心市政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沒有衝突 那現在最怕韓國瑜請假的是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一直在放消息 去炒作請假這件事情 按照我們經驗總部的步驟的話 當然按照時間到了 就會對外宣布 可是民進黨一直想要破我們的局 從大概兩三個禮拜以前 就透過網軍 他們有一個WeCare網站 就說得到消息 說韓國瑜要請三個月的假 然後後來再配合 民進黨高雄市議員的操作 那你可以看出來 他們非常的關心 這個消息 那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他們為什麼都有這樣的消息 是他們有內應還是怎麼樣 那如果不是有內應的話 就代表說他想設一個圈套讓你來否認 然後等到你真的有請假的話 他就再拿這個話來框你 所以我認為選戰就不用再去理會民進黨的講什麼 像今天你看他每一個議員都出來 好像氣急敗壞 每一個人都要來酸個兩三句 說什麼講一大堆 但是實際上如果要按照相同標準的話 我們來檢驗一下 民進黨的人有沒有曾經代職參選的 一大堆 我記得我沒列過表格 大概有二三十位都是這樣 那像呂秀蓮當初是當桃園縣長 他也是請假三個月去參選總統副總統 那另外像蘇貞昌他也曾經用立委 立委也是連假都沒有請 直接代職參選台北縣長 然後再來很多很多賴清德也是曾經有發生過這樣的狀況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大概念個十分鐘 但是今天時間不夠 所以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相同標準 民進黨不用怕 來個君子之爭 就這樣這個地方去卡人家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原遲那除了他請假這事情 如果說他既然要請 我覺得就也沒有什麼再好討論 告訴大家比較關心的 請假之後是不是就會不一樣 那現在有所謂的韓式大選要從現在開始開跑 就是請假之後 他就要全台灣跑透透 22個縣市平民土地之旅 那這三個月要跟黨交換合體 要打一個非典型的韓式大選戰 呼喚最基層的民心 那你自己怎麼看 接下來如果真的請假 那這選戰的格局就不一樣了 他的打法也不一樣了 會有什麼大家可以期待的嗎 好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韓國瑜現在高雄 他還是忙於高雄市政 所以對於各地的像競選總部成立 或者是組織 並沒有時間 心力 花很多時間去統整 那所以會讓人家覺得 感覺上有一點多頭馬車 好像黨部做黨部的競選辦公室 做競選辦公室的 找不到一個真正的操盤手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 現在已經都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現在競選總部跟黨部的聯繫 已經非常的順暢 然後總幹事是由副主席曾永泉擔任 那曾永泉也多次召開會議 吳主席也親自找21個縣市黨部的主委 開過會 要求各地的競選總部趕快成立 我們全國的總部也在11月初會成立 那北部的辦公室也會成立 那有了據點 然後有了真正的指揮中心 就可以我覺得整合溝通起來就會順暢很多 運作上會比較方便 然後第二個是在選擔操作的方面 其實我平常講我個人 因為那個消息可能是黨部放出去的 我不知道 我自己是沒有 我跟觀眾解釋一下好了 因為袁茲現在有個身分是 韓國瑜選總部辦公室的發言人 但是因為韓禁辦對於這個核實請假 還沒有正式宣布 所以袁茲講起來會有點卡一卡的 袁茲沒關係 你先假定 如果後頭要請假的時候 他的打法會有什麼不一樣 對 我覺得這個消息可能是黨部放出去的 但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是比較負責任的 因為按照媒體的報導 他是要走遍好像22個 就是全國各地 每個地方也不只去一次 那針對產業各個社團 或什麼的去做進步溝通 我覺得現在的選戰 因為太聚焦在韓國瑜的一言一行 他講的每一句話 好像變成一個 好像變成一個韓國瑜語錄的討論 大家每個人像今天又來討論北韓 又在討論密克羅西 我覺得這都失焦了 你如果說這個選戰再繼續這樣打下去 從明年後年回顧說 這兩個候選人到底提出來什麼政見 想不出來 民進黨蔡英文就一個芒果乾 那韓國瑜就是大概討論他講什麼 失焦了 所以現在的重點應該是 把他拉回政策跟議題的討論 那政策跟議題的討論 如果透過我覺得如果透過直播 那可能他就比較 當然是比較直接 但是我覺得可以包裝一下 比如說到了一個某某產業 然後把國政顧問團跟韓國瑜 研究出來的一個政策 藉由那個機會 做一個結合的公佈 我覺得這樣子議題的操作 可以讓大家知道 到底韓國瑜要怎麼樣讓大家 就經濟發展 然後另外又怎麼樣讓大家 可以感覺到國家安全 那這個就是未來選戰的主軸 那另外這個跟針對民進黨 韓國瑜在去年也差不多八九月的時候 民調開始翻轉 翻轉的原因是 那時候的 高雄市民就是忽然驚醒了 就是說民進黨在高雄執政十多年來 居然有五千個天坑 淹水可以淹這麼久 大家這種習以為常的事情 忽然想要把它翻轉 所以韓國瑜的民調 就一直節節往上升 那現在也是遇到一樣的情況 就是民進黨的施政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去年在九合一的選戰還會落敗 結果現在因為操作芒果桿 好像大家對這個忘記了 所以我們也要針對民進黨的施政做一些探討 原資 對不起等一下 原資那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做一些探討 所以要把民進黨的執政缺失把它找出來 原資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們現在 如果請假之後 整個架構打法會不一樣 其中有一點就是周錫偉 他以後會專門針對 蘇貞昌還有花媽 這些民進黨的黨政高層 專門回擊他 韓國瑜他本人就不用了 不用跟蘇貞昌花媽 在那邊打水果 是真的有這樣的安排嗎 跟各位觀眾朋友講一下 就是有關於周錫偉這部分 我個人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這樣沒有錯 但是我沒有得到這樣的消息 不過我有跟周錫偉開過會 還是你本人很希望珍惜跟蘇貞昌打水果 因為他做過台北縣長 而且他做台北縣長 剛好是在蘇貞昌的後一任 那蘇貞昌現在他有個打法 就是常常用中央去跟地方吵架方式 去說地方做得如何如何不好 那實際上他的很多講法 一般的民眾會搞不清楚 因為政府的流程跟我們想的 可能會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周縣長做過縣長 他這部分會很清楚 所以很快可以可以將這個 如果中央有錯誤的訊息 可以很快的指出來 然後另外在選戰的高度上面 韓國瑜每次都去對蘇貞昌這樣也很奇怪 因為正常來講選戰應該是主將對主將 韓國瑜就是對蔡英文 那民進黨現在就是用騷擾戰 不是用中市對上市 就是用下市對上市 那騷擾戰中市對上市就是蘇貞昌 陳菊這種中市 那你被迫要回應他 就被泥巴 那蘇貞昌現在可能有被賦予任務 只要不管什麼樣都去扯韓國瑜就對了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 這不管韓國瑜的事情 他還是硬要去扯韓國瑜 那另外下市的部分就是高雄市議員 就是用市政的機會不斷去卡韓國瑜 那這些其實一直陷入這個泥巴戰 對韓國瑜都不利 所以我覺得周錫偉來擔任副總幹事 兼發言人來對蘇貞昌 這是非常非常非常適合的一種安排 原則大家特別講到說 在11月9號的時候 高雄就會成立這個競選總部 那主委是吳主席來出任 中央打部的話是設在北部 有設一個競選辦事處 那這樣子的好像是說 等於陸軍跟空軍的部分都要整備 那到時候是不是家家 終於可以耳目一心 不會再只有聽到韓黑 或者是這些很奇怪 跟大選無關的話題 接下來是不是會有不一樣的這些話題 會一個一個的出現呢 好當然我覺得我剛剛也有講 就是說當我們的組織確定之後 然後大家各就各位 大家絕會覺得 絕會發現這個選戰會不一樣 那包括立院 我們立院也有一個PK小組 那南部的就是高雄競選總部 就是全國進總部也成立了 那北部辦公室也成立了 各就各位一定打一場整體戰 那這種氣勢出來 過去為什麼會覺得這個選戰打起來 有一點憋啊 就是覺得國民黨好像不是那麼的團結 所以每天大家都可以討論很多 誰又不挺誰啊 誰跟誰有心結的話題啊 這就佔掉了很多媒體版面 那現在如果假設 因為抱歉這個我沒辦法證實啊 但是如果真的是 或者是吳主席當主委 或者是曾永泉當總幹事 然後大家發言人啊 辦公室都成立了 你會感覺到國民黨氣勢 絕對會回升 這是一個整體作戰 然後當兩軍相比的情況之下 能力嗎 你如果認為說這幾年過得好 那就繼續投蔡英文 如果覺得這幾年過得不好 你想要選擇一個穩健的團隊 不管是在外交 兩岸 國防 都是穩健的 務實的 不是去刻意去操作一些議題 而且是不會隨便亂噴口水的 團隊的話就選擇國民黨 那就是這樣的選擇 我相信是對選民來說 是很好做 好 謝謝元智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雖然你現在稍微有小小的包袱了 元智謝謝你喔 掰掰 你知道要離開低了 天也行 寺的